今天的主题是,相信你靠着耶稣基督的能力, 凡事都能做。 我抽上帝的能力了嘛。 最近我抽上帝的能力。 神的意识的能力,感觉能力更大的。 神的意识的能力嘛。 我抽了嘛。 他就抽了大概一周,一周,大概一周以上可能抽了。 然后,早上的时候,上帝对我说话了。 所以,对我说,这样的感动,你已经有,但是你不相信没有。 知道吗? 你已经有,但是你不相信。 但是我有点相信啊,我感觉我相信。 但是,他说,你已经有,但是你不相信,所以没有。 知道吗? 耶稣也说这样的东西了,对他的门头们,他们感觉不来。 因为你没有信心嘛。 你有信心就可以把那个善,告诉那个善,去那个地方。 你如果没有,以后,就那个东西可以做到。 所以,我们要相信,靠着圣灵,没有圣灵在我们里面嘛。 我都有没有,有没有圣灵? 有。 有。 是一样的圣灵。 跟,跟,跟, 伊利亚, 呃, 伊利沙, 耶稣, 他的圣灵, 一样的圣灵哦。 同时的, 保护的圣灵。 我们有保护的圣灵。 是圣灵。 是圣灵。 Amen? 所以,应该都可以做。 是不是啊? 应该都可以做。 因为我们要相信, 啊, 我们可以, 如果上帝, 可以我的, 可以把火, 从天上, 来到这里。 这个不是, 啊, 除了上帝, 以为, 是, 不是很大的事情。 知道吗? 如果是在这个心意里面的话。 如果上帝心意了, 我们也可以在, 学上走路。 是不是啊? 对。 这不是, 很大的东西, 知道吗? 耶稣也一直感觉。 我们也当然可以, 一直感觉。 因为上帝告诉我们了嘛。 上帝的人, 有这样的能力, 跟随他。 上帝的人。 是不是啊? 比如说, 我们啊, 看了嘛。 信的人, 必有神。 神迹, 随着他们。 就是混我的灵感鬼。 说心方言。 手能拿蛇, 若喝了什么毒物, 也必不受害。 手完病人, 病人就必好了。 我们可以说方言吗? 能。 是不是啊? 那别的东西已经也有。 知道吗? 因为我们得圣灵了。 我们相信, 我们可以说方言。 那我们要相信, 我这个也是超自然的东西, 怎么可能突然。 对。 方言也是超自然的。 方言出来, 怎么从里面。 是不是啊? 如果这个可能的话, 能力也可能从我们的手里来, 医着别人。 是不是啊? 希望别人可以。 Amen? 对。 对。 还有可以方言达报的话, 所有的九个能力都可以对照嘛。 医着。 神迹。 神迹。 方言。 知识。 智慧。 智慧。 方言的能力也可以。 是不是啊? 都可以啊。 都可以来。 信心的能力。 神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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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识。 都可以啊。 为什么? 分辨能力。 可以看看什么目标, 可以分辨出来。 都可以的。 我们要相信, 所有的人在这边, 都可以有这样的能力。 OK? 我, 我, 昨天, 两天, 或者什么, 看那个, 记得了, 我以前来, 我们在这边。 我们在这边, 原来来过的一个, 弟兄。 他, 他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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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是我们主内的弟兄。 但是, 他告诉我, 跟我打球跑, 然后我跟以前的朋友们, 在哪个地方, 跟他们一起打球。 然后, 有一个人受伤, 他的脚就, 崴了。 崴了。 他在这个, 他不能, 不能打球。 我马上去, 我不认识他, 他也不认识我。 这新的人, 哦, 我为他, 我也为了给你祷告一下吧。 然后, 就按手, 按手, 然后, 这个, 所以, 离开, 一直一直一直, 然后, 我可以感觉到一点点东西, 所以, 然后, 然后, 我相信, 然后, 我打球的时候, 他一直看我这样, 他一直看我这样, 他看我, 然后, 我为什么看我呢? 然后, 我不知道为什么看, 我, 他很猛啊, 或者什么, 这样的, 他们说, 这样的看嘛, 所以, 所以, 我, 他开始走路了, 然后, 告诉我, 好了吗? 好多了, 好多了, 什么什么, 什么什么, 他回来, 就开始, 一起打车, 没有问题, 没有, 所以, 我们有这样的能力, 我们要相信, 知道吗? 我们要相信, 我也有这样的能力, 你也可以走, 你要走, 可以相信的话, 就可以做到, 不需要我现在十年, 二十年, 不需要走, 只要开始, 做一下, Amen? 伊利亚, 伊利亚也是, 和我们一样, 软软的心, 他们也, 没有想起来, 他可不可以, 做神经骑士, 但是他, 一直跟随神的时候, 他的, 信心, 更高, 更高, 更高的, 摩西也, 摩西也一样, 他的信心也更高的, 增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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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们要相信, 这里, 他的想法是怎么样, 伊利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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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利亚的想法是怎么样, 一起读吧, 我们一起来读这个故事, 于是王差遣五十夫长, 带领五十人去见伊利亚, 他就上到伊利亚那里, 伊利亚正坐在山顶上, 五十夫长对他说, 神人啊, 王吩咐你下来, 伊利亚回答说, 我若是神人, 愿我从天上降下来, 烧灭你和你那五十人, 于是有火从天上降下来, 烧灭五十夫长和他那五十人, 王第二次采迁一个五十夫长, 带领五十人去见伊利亚, 五十夫长对伊利亚说, 神人啊, 王吩咐你快快下来, 伊利亚回答说, 我若是神人, 愿火从天上降下来, 烧灭你和你那五十人, 于是神的火从天上降下来, 烧灭五十夫长和他那五十人, 王第三次采迁一个五十夫长, 带领五十人去, 这五十夫长上去, 双膝跪在伊利亚面前, 哀求他说, 神人啊, 愿我的性命和你这五十夫人的性命, 在你面前看为王贵, 以及由我从天上降下来, 烧灭前两次来的五十夫长, 和他们各自带的五十人, 现在愿我的性命在你面前看为王贵, 耶路华的使者对伊利亚说, 你同他们去, 不要怕, 伊利亚就起来, 同着他下去见王, 那以前, 他不是耶稣一直在逃出来的, 他逃出来的, 之前伊利亚因为耶稀别的一个事情, 然后他就逃跑, 跑了很长很长的时间, 但是他在逃跑的过程当中, 他跑到神的山上, 然后又遇见了神, 然后神要坚固他的信心, 他又重新起来了, 又恢复了, 然后这一次他就跟他说, 如果我是真的是神的仆人, 那么让火降下来。 他之前有经历过, 他祷告, 神的火降下来, 烧到那个祭坛上, 把那个祭物烧了。 我可以祝火降下来。 在这个火降下来之前, 他还行过一个神迹, 就是那个雨降下来。 三年没有降雨的地方, 他祷告七次, 后来那个下大雨了。 他当时祷告了七次, 非常非常地用心, 用力地去祷告。 把头埋到膝盖里面, 你知道吗? 把头埋到膝盖里面, 去祷告七次, 对吧? 然后第一次呢, 是云, 是用雨降下来。 第二次呢, 是火降下来。 你看, praying for rain and stopping rain, is like, kind of like, you can do, you know what you think, it's more possible than fire. 你想, 让雨降下来, 你觉得还是蛮有可能的, 因为这是个自然的。 比火降下来, right? 有可能的,right? 有可能的,right? 我也有的时候说, 风野心离开了, 我们祷告, 台风不来了, 是吧? 台风来了, 或者我们祷告, 台风离去, 或者是下一张雨不去。 对,我们不让他杀一个风野心离去, 是吧? 祷告让他去掉, 然后就不下雨了。 ok? those things are puzzles, you can do it too. 是有可能的, 我们也可以这样祷告, 你也可以这样祷告, ok? but Elijah's faith, little bit was lacking, so he prayed so hard, like oh please,you know please, seventh times,you know? 他那个时候, 刚开始去做这个神祭的时候, 他很需要信心, 他里面没有那么大的信心, 所以他祷告了七次, 翻翻覆覆的, 一直到他看到这个云来。 but later on, he just say, well if I am, right? he didn't even like praying, he didn't even like praying, he's like oh god please that fire, he don't even do that,right? he already knows God listens to his every word already, he already knows God listens to his every word already, he知道他讲的话, 神是应与祂祷告的, ok? and he just said, oh if I'm going to serve a fire come down, and then he's straight off, so he just said, 如果我是神的仆人, 让火降下来, and indeed he is God's prayer, 然后他的确是神的仆人, 所以火就真的降下来。 Amen, you have to believe, God hears your every word, God hears your every word. 所以你要知道神听你的每一句话, 他听见你说的话, sometimes I'm afraid, maybe I shouldn't speak too lightly, you know? 所以有的时候我也会担心, 我讲话不能太随便, yeah, because sometimes I say something, and then really bad stuff starts to happen, you know? 有的时候我觉得, 说话有些随便讲出来的话, 讲完以后不好的事情, 就发生, the more you get closer to God, 当你越靠近神的时候, ok? the more your words have power, 你的话语的分量就越来越重, because God really listens to you, and hears what you're saying, 因为神真的在侧耳听你讲的话, 并且在应论你口中说的话, so when you're young, you say whatever, 所以当你是宝宝的时候, 我们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神也不会把你的话太当真, and nothing really happens maybe, 所以也没有什么会发生, but as you go, 但是当你在这个路上走得越深, your words become more, more,more really true and effective, 你的话语的分量, 它的这个真实性, 它的这个带来的果效就会越来越沉重, 越来越大, so yeah, you are a man of God too, right? 你们也是神的仆人, Amen? Are you? Yes or not? 你是神的仆人吗? 你是神的仆人吗? 是不是? I'm in. OK? You are. OK? The fire shall come down too, if you really ask for it. 那么, 当我们跟神求的时候, 火也能够从天上降下。 If people mistreat you like this, they mistreat you like this, they mistreat you like, come down man of God, come down. He said publicly, 你看这些武士部长, 他们对以利亚的态度是非常的不客气的, 他们说你下来, 王手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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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快下来, 快快下来, 他都死了, 就死掉了, 就是这种态度的时候, 全部都死了, OK? Elisa too later on, those people made fun of him because he was bald, right? 以利沙后来也有一个类似的故事, 他一出来的时候, 有几个少年人嘲笑她秃头, 40个, 40个少年人嘲笑她秃头, 没有头发, and then, cursed her, right? 以利沙很生气, 咒诅了他们, 然后, 两个熊逐出来, 把这人全杀了, Do you know what I'm saying? You're worth that power. You看到, 我们的话语是很有分量的, I'm not sure if that was the right thing to do, OK? 我们会很确定, 以利沙在那个时候是不是应该做这样的事, 尤其是现在我们不应该做这样的事情, 尤其是耶稣吩咐过我们不能做这样的事情, OK? And he said, Oh she only caught fire too, because they're rejecting Jesus, 因为后面当耶稣在类似发生的事情的时候, 他的门徒说, 门徒, 门徒, 你劝耶稣说, 他们不相信你, 你降下火把他们那个村庄烧了, 耶稣说, 你不知道你是在说什么, 你不知道是什么样的, 门徒说, 我们要不要也叫火从天上降下来呢? 但是耶稣说, 你不知道你是什么样的灵在阴导你说这样的, 我们不应该做这样的事情, 我们要祝福那些, 对我们不好的人。 Now I don't know exactly why, but God punished those people. 但是这个地方我们看到, 神真的就是替他祷告, 然后就烧灭了这些武士人。 他甚至都没有祷告, 他只是这样说了, 这个事情就发生了。 我们看到以利亚的话语, 是有很大的分量的。 到第三次来的时候, 这个武士夫长说, 我们是你的仆人, 这五十个人都是你的仆人, 所以我们都是仆人。 他们真正地从心里面敬畏神的仆人。 所以我们一方面也要敬畏神的仆人, 另一方面我们作为神的仆人, 也应该得着尊重。 How? Through your faith。 怎么样呢? 借着我们的信心。 知道我们有这样的能力, 借着耶稣基督。 借着与基督耶稣的关系。 如果我跟神的关系懈怠了, 如果我不祷告了, 如果我离神很遥远, 我说什么都没有用的, 我说我的话语是没有分量的。 然后别人对我做一些不好的事情, 然后我就受伤了, 然后我就很容易受伤了。 如果我就去打篮球, 我就很容易受伤。 但如果我祷告得多, 就不会有事情发生。 甚至我还有机会可以去将, 还可以把荣耀带给神。 当我在给打篮球的那个人去祷告的时候, 周围的那些人, 因为他们认识我,熟悉我, 他们都也被祷告过。 所以他们习惯了, 我一遇到这样的事情, 我就去祷告, 给他们医治。 然后他们自己也很多人都被医治过。 所以他们知道这个事情, 对我来说是很正常的。 所以后来他们看到那个人跟他们一起开始打球了, 我不知道会不会给他们有这样的一个, 。 想开启,让他们明白。 世界的祷告得医治。 我们要知道我们是有能力的。 但是我们有能力, 但是不代表我们很多时候就有信心。 Elisha, Elisha, 被叫了Elisha, 对吗? Elisha, 我们知道是被Elisha呼召的。 也是神呼召她的, 对不对? Elisha有一个披风。 它有一个披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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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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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个披风。 是一个披风, 睡觉的时候可以盖着。 OK? 然后这个, 他就把Elisha送给Elisha, 在Elisha的身上。 He didn't say a word. 他并没有说什么。 然后Elisha就说, OK, 我跟着你。 你让我来说, 我跟着我。 然后Elisha就看到这个披风, 披到她的身上。 Elisha就说, 我要来跟随你, 但是你让我回去跟我父亲告别。 我不知道, 可能有些能力, 有些能力, 有些能力, 然后他感觉, 他感觉了。 我不知道是不是那个披风, 临到Elisha的身上的时候, 披风身上的恩高, 让他心里一下子明白, 他有这样的一个披风。 BecauseElisha didn't say a word, he's like, oh, what I have to do with you. 因为Elisha这个过程中间, 没有说什么话。 他说, 他没有说什么, 但是他也对Elisha说, 我与你有没有相干。 oh, what does it matter with me, you know? And then, he just followed. 然后Elisha就开始跟随Elisha, 他就开始跟随Elisha. OK? And there are some dependency onElisha. You know what I'm saying? There are some dependency onElisha.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说Elisha, 我们可以看到说, 在Elisha跟Elisha的这个关系里面, Elisha, 从心里的角度来说, 她是有一些依赖Elisha. So, Focus, 所以当Elisha知道神呼召她要回天上的时候, Elisha, Elisha, Go! He knew, right? And you see he knew. 你看这个地方, Elisha已经知道, 神要叫她走了, 我们一起去吧, 我们一起来看, Elisha要用旋风接Elisha升天的时候, Elisha与Elisha从机甲前往, Elisha跟Elisha说, 耶和华拆我往伯特利去, 你可以在这里等候。 Elisha说, 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 又敢在你面前歧视, 我并不离开你。 于是二人下到伯特利, 驻伯特利的先知门徒出来见Elisha, 与她说, 耶和华今日要接你的师父离开你, 你知道, 她说, 我知道, 你们不要做生。 Elisha对Elisha说, 耶和华拆前往往耶利哥去, 你可以在这里等候。 Elisha说, 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 又敢在你面前歧视, 我并不离开你。 于是二人到了耶利哥, 驻耶利哥的先知门徒就进Elisha, 对她说, 耶和华今日要接你的师父离开你, 你知道不知道? 她说, 你们不要做生。 他有点疲惊, 因为他知道他会走。 Elisha心里是有一些被招乱, 她知道她的师父要离开她了。 所以每一次Elisha说, 你等着的时候, Elisha说, 你等着, Elisha说, 我不走, 我哪里, 我肯定要跟着你, 你走到哪儿我就跟到哪儿。 她对Elisha是有一个心理上的依赖的, 她不知道她走怎么办的。 我们都会有。 我的祷告可能没有用, 故事你给我祷告一下吧, 你的祷告可能比我有用。 我们说这样的话是不相信神, 爱他跟爱我是一样多的。 我们会觉得这个人跟神关系很近, 我要让他来替我求我。 但是神却要让我们知道, 我们是像以利亚,以利沙一样, 神一样的爱我们。 我们在神的眼中同样的非常重要。 但他会会问你, 当我们去寻求他的时候, 他一样会听我们祷告,应银我们。 你如果寻求他的时候。 OK, condition, here is, yeah, when you really want to know, if you really seek him with all your heart, he will answer you, for sure. 前提是, 他说, 你们如果尽心的来寻求我, 你们就一定会寻见。 the real heart. 你带着全心去寻求他。 you don't have to grab until anointed person for healing. 你不需要抓住一个有恩高的人来寻求医治。 do you understand? for your own healing. 为你自己的医治。 like, you see this thing is kind of like, you see this? 我的手上这边有一些裂开, uh, a week ago, it was swollen. I don't even know why it was swollen, but it started swelling, and it was hurting, because it was swollen, blood looked just like, it was like twice as the other finger. it was like twice as the other finger. it was like this, li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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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never see my finger this big, you know? it was hurting, hurting, and I thought it would heal itself, you know? I thought it would heal itself, you know? it was getting worse and thicker and bigger, and it's not, and now it hurts so bad. so what I do? I pray. I pray. and I just pray, Lord God, please heal us today. I pray, Lord God, please heal us today. oh, and that day, oh, some pus came out, like yellow stuff come out of here, you know? and after that, it started getting better. that day, it popped out, and then that day, it started getting better from that, and it's fine too. and then like, you know, the old skin kind of bubbled up, and then kind of like, and I take it off. and then the skin of the skin is broken, and the water will流 out. okay? and so I started praying for all the other places that have my hand.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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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 know what I say? you have, if you just get close to God, God hears your prayers. it doesn't matter who you are. okay? there's this, oh, that was the number two, big company, biggest company in Korea. okay? his mom is a Christian. he's a Christian. he's a Christian. he is a Christian. very diligent, praying Christian. he's a Christian. she lost her husband. he's a wife. and then, she has to take care of like, four children or something. he's a Christian. so she's working. he's a Christian. but every day, 每一天 她祷告敬拜神四次 然后每一次都为她的孩子祷告 祝福他们,照顾他们 给他们供应他们,帮助他们 然后她也非常严格地去训练她的孩子 一直跟他们说你们要照顾穷人 如果她的孩子在椅子上坐得歪歪扭扭地吃饭 她就回去训练他们 让他们能够有一个规范的一个 然后一直教导他们说你们要工作,要努力,要认真 所以后来她的儿子,其中一个儿子 非常非常的努力 她说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 她当时就有一个信心 当时在韩国的这样的一个历史背景上 那个时候比他们韩国的经济比 非洲还要穷,很穷很穷的一个国家 当时儿战结束后 但是这个儿子,这个儿子他就相信 他有这样一个信心 如果我们努力工作 然后倚靠神的恩典 我们能够让这个国家富裕起来 所以他自己从早到晚就在工作 然后他让他所有的员工 每天工作16个小时 一个月只休息两天 当然这个方法不见得是 不见得是对的 因为太多工作的量 但是他们却成为了整个韩国 出口最多量最大的一个公司 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 如果你好好祷告 好好地工作 你把你的工作看成是 服侍神的心态来做 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 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 有一次他们跟国外的公司合作 一起在打转 在转那个一个地面 让他们可以建一个楼 然后他们在转的时候呢 转到一个很大的石头 转不下去了 然后那些美国公司的人就很生气 他们当时就向他们发脾气 说你们都没有检查地下 有这么大的一个石头 你们就得让我们去转 现在我们浪费了那么多钱 那么多的精力 转到现在转不下去了 然后那人说我们可以做到 我们能够转下去 然后那些美国公司的人就说你们都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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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他说你就是在亵渎 然后那个人声音就更大声了 他说我们可以让这个事情做成 然后那个美国公司的人就说你们都疯了 让我们来看 看你怎么做 然后他们就不断地往下钻 然后他们就不断地往下钻 最后把那个石头钻碎了 然后打下去了 他们说他们在这个过程当中 做过很多很多神迹的事情 是不可能的事情 因为他们相信他们可以去做 如果你们开始相信说我做不了 那你都做不了 但他们相信他们能做 很多人批评他们说你们让你们的员工工作太多了 然后他就说 他说你们是在一个幻觉当中 你们在一个幻觉觉得好像你们是在一个生活在一个很好的环境里面 但是如果你们知道你们现在的处境 那么你就不能像其他人那样工作那么那么短 美国或者欧洲国家他们有钱 他们工作八个小时他们没问题 但是我们在韩国我们很重 如果你不工作那么多小时你没有办法与他们竞争 我讲这个见证不是说要你们去工作那么长时间 这不是重点 他的重心是在工作所以他会讲这样的话 但是我们的重心是在做神的执意 如果你知道你现在是什么样的一个处境 你知道你与神的这个距离 然后你需要多时间跟神 如果你知道你与神的这个关系 那么你就要花更多的时间去靠近神 更多的祷告 更多的去寻求神 那么你就会越来越靠近主耶稣 那么你才能够有这个力量和能力去做神的执意 因为耶稣很清楚地讲说这样的能力 若不是这个祷告和进食是不会出来的 对吗?你们知道吗? 哪里?哪里?哪里? 哪里? 十七?十九? 我们都问他说为什么我们赶不出去? 第一 耶稣说是因为你们信心小 我实在告诉你们 你们若有信心向一里借菜种 就是对这个山说 你从这边挪到那边 他也被挪去 并且你们没有一件不能做的事 至于这一类鬼 若不祷告进食 他就不出来 所以首先我们要接受一个事实 就是我们可以赶出所有的鬼 所有的鬼 所有的鬼 你是可以做到的 是吗? 说出来吧 你也说我是可以做到的 我是可以 我是可以 我是可以赶出所有的鬼 所有的鬼 阿门? 阿门 可不可以啊? 什么可以 阿门,对吗? 那是这一类呢? 他如果不祷告进食 他就不出来 如果你没有信心的话 要祷告 求给我信心 你的信心需要给我 一周两周 whatever it takes 你可能需要一周 两周 和这样的祷告 或跟那个 伊利亚一样 这样祷告 whatever 但是你是需要这个祷告和进食 and then you can加进食 right? and then get to know your spiritual status 你可以喝点咖啡喝 喝点茶 right? do you understand? you can add fasting too because it opens your spiritual senses 你也可以加上进食 进食可以 打开你的这个 属里的很多的这个 求生 我要进食几天 我要进食几天 上帝告诉我 三天 两天 一天 每一个周 ok? 如感动又就做 amen? so do those things whatever it takes you can do it 你是可以做到的 这些事情 do whatever it takes 不管是要付上什么样的代价 if you don't have strength 如果你没有力量 heber to ask him give me strength 一周两周 你也是不断的对神求 给我力量 给我力量 谁也会给你力量 每天 每天 四次 四次 你也可以 一天四次 神求给我力量 敬拜神 但每神敬拜神 你也可以这样做 你也可以这样做 hey that lady did it she's a normal christian 那个妇女 那个妈妈 她只是个普通的基督徒 ok? but she just believed 但是她却相信 and all her children are all super successful 她的每一个孩子 都非常的成功 每一个人都很成功 do you know that? God wants you to do well 神想要让我们过得好 so you can help other poor people and give them gospel too 让你可以有能力 去祝福其他的人 可以去传福音 可以去把你的财富给其他人 we have a brother that's in our group you know 我们的群里有一个弟兄 ok? he was a debt large debt right? 他之前欠了很多的债 ok? and he was not doing well he always came to us he must visit us come to Cunyon pray for me he only for the help of us he has been living very well and he has been spending a lot of money he still majestic and he always called us and he always called us and he always called us and my感动 was always and i always spend time with God 神 Lord bless you 神一定会祝福 you he's first and you get up and pray and come to god and ask him to lead you and guide you 你知道 me what do you do what do you do and keep on asking me 不断地带领你 一样的东西 然后他一直就这样子去做 这个夏天开始 开始祝福他的生意 好几年的时间 然后这个夏天开始 他就有20万的金账 然后他拿这个钱开始就还债 然后他的状态整个的心情都非常好 然后前两天他又来崇美岛来拜访我 我还是以为他过来又有那个债务的事情要祷告 然后他说我是过来告诉你们好消息 我现在过的就是都很顺利 而且他的生意是越做越好越做越好 他的名声也越来越出名 不会再走下坡路了 是在往上面走 我们要继续的去抓住神 知道神听我们的祷告 他会来祝福我们 没有一件是不能做的事情 阿们 所以没有一件没有一件 没有一件 没有一件不可能的事情 没有一件是不可能的 阿们 阿们 你要相信着吧 阿们 阿们 你们信吗 信 然后你只要做 上帝希望你做东西 那个时间可能没到 只有时间 知道吗 但是你只有一只打吧 所有东西都来 对吗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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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带你去一个新的地方 谁要带你去一个新的地方 神是带你去一个新的地方 神在带你我们每一个人去新的地方 神在带我们每一个人去新的地方 就是我不需要肉体一直的待在这个地方 虽然我会继续地牧养你们 但是你们不用依靠我 你们还要学习去以后 如果你有信心 耶稣只能说一句话 而你不必要在那里 去治愈那人 耶稣只要说一句话 那个远在很远的地方的人就可以得一致 就像白夫长的那个仆人 只要那个白夫长的那个仆人 只要那个白夫长说 你只要说一句话 我的仆人在老远的地方 就能够得一致 如果你要听神的声音 我教导过你们 怎么样 祝你一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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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四天 两天四天 都来 那个时间来 你们可以去通宵祷告 很多时候都是在早晨 两三点钟 一两点钟 那时候可以跟你讲话 或是你太累 睡了一点 但请神的 请神的 或者你可以中间睡一会儿 然后让神来 叫醒你 然后再起来 继续祷告 喝 some cold water in your face whatever wake you up get on your knees if your knees hurt they'll make you wake up do that you know what I'm saying 不管是可以洗洗脸 或者是跪着怎么样 只要让你清洗的方式 好 让你清洗的方式 所以你的心在那个地方 要渴慕 要寻求 那可以很重要 我自己的方法是 我祷告很多方言 我有的时候等候神 但是我很少等候神 但是神还是会对我说话 然后在四个小时 我听到他说得很清楚 我听到他说得很清楚 有的时候三四年后 我听到我说的话 说得很清楚 我说得很清楚 我说得很清楚 靠着他 靠着他 借着他 通过他 知道他是爱你的神 我靠着他 加给我力量 凡事都能做 所以后面来后来呢 以利亚对以利沙说 耶和华太前往往耶弹河去 你可以在这里等候 以利沙说 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 又敢在你面前提示 我必不离开你 于是二人一同前往 有先知门徒去了五十人 远远地站在他们对面 二人在约旦河边站住 以利亚将自己的外衣卷起来 用于打水 水就左右分开 二人就走干地而过 过去之后 以利亚对以利沙说 我未曾被接去离开你 你要我为你做什么 只管求我 以利沙说 愿感动你的灵 加倍地感动我 以利亚说 你所求的难得 虽然如此 我被接去离开你的时候 你若看见我就必得到 不然你就必得不得 然后他们正走着说话 会有火车火马将二人隔开 以利亚就乘旋风升天去了 以利沙看见就叫说 我父啊 我父啊 以利 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啊 以后不再见他了 于是以利沙把自己的衣服撕为良半 他拾起以利亚身上掉下来的外衣 回去站在约旦河边 他用以利亚身上掉下来的外衣打水说 耶尔华 以利亚的神在哪里 打水之后 水也左右分开 以利沙就过来 住耶利哥的先知们徒 从对面看见他就说 感动以利亚的灵 感动以利沙的 他们就去迎接他 在他面前 俯伏于地 以利沙求一件事情 就是感动你的灵 要加倍的感动 双倍的感动你 给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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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所领受的这个恩高 这个圣灵的这个能力 我要加倍 圣灵 两倍多 因为这个东西不是以利亚能决定的 这事情不是以利亚能决定的 谁决定 神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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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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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意思 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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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愿意给 他想要给那些渴慕的人 你向他求他你渴慕 他想要给你 耶稣说过类似的话 他说 我所做的事 我要去我父那里 我所做的事情 你们都要做 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情 更大的 更大的 Elisha later makes a x float from the water that fell down x float to the top 后来 以利沙 他让那个斧头 从水里面浮起来 然后那个水 原来不能喝的 他让那个水能喝 他做很多很多的神迹骑士 后来 我不知道圣经有没有记载说 他做的比以利亚更大的事 I think that depends on the faith 这个是取决于 他的信心 but yeah he did a lot of miracles like break the dead he did also 但是像以利沙 做过很多的神迹骑士 his bones alone Elisha's bones alone he was Elisha Elisha's bone Elisha's bone the bones of Elisha Elisha's 海骨 都能够让人死而复 the power is still there or something 这个能力还在他的肉体上 but we're talking about the whole that same Holy Spirit 但是我们现在讲的是 在他们身上 同样的这个圣灵 this Holy Spirit that came upon Jesus 这个圣灵 领到了耶稣的身上 we have it too 这个圣灵 现在就在我们的里面 Ben you should ask God earnestly like Elisha 所以我们要求神 像以利沙 这样 可慕地 去寻求神 我也想要这样的能力 but they pray depending on Elisha oh I need you don't leave me 但是以利沙原来是 抓着以利亚 I'm not that confident 她是 你靠以利亚 她是没有那么大的信心 I'm not that confident yet 我现在没有那么大信心 你别离开我 I found their father 然后以利亚说 我得走了 然后我负啊 我负啊 you know what I'm saying and then when he strip the water he said where is the Lord God of Elisha 所以当他去拿 那个外衣打神 他说 以利亚的神在哪里 他的信心 还没有到说 是我的神在哪里 而以利亚的神在哪里 因为以利亚 临走之前 没有答应 说要给 他不给 然后他就 去做 然后水分开来 right he didn't even speak and God knows what they need the spitting of the water to cross over the river 所以当他去打 这个水的时候 以利沙 他并没有说 我要水分开 我要怎么怎么样 他只是说 神你在哪里 所以打 神就知道 他要干什么 当以利亚 去打水的时候 以利亚 没有说任何的话 他只是打了水 他没有说 神让他把水分开 他什么都没说 he didn't know that God knows that they need this water to cross over 他甚至 他知道 有这个信心说 他不说话 神都知道 他要干什么 okay I don't know why 他就 击打了这个水 水就分开了 right and just cross over okay 那就过去了 and then Elisha don't have that much faith 以利沙 没有那么大的信心 but he know that mantle is given to him 他知道这个外衣 现在给到他的手上 maybe I do have power now 或许我也有这样的能力 maybe I have some power 也许我也可以 做同样的事情 but he goes like he doesn't have data must so he's just like where's God that God of Elisha you know 所以他就说 以利亚的神 在哪里 他就打他去了 okay and then God still responds 但是神 依旧回应了 他的这个信心 the water spits apart 水就分开了 and that they all know now and that they all know now the spirit of lights are now wrestling the light shine 他说 我要感动以利亚的灵 现在感动以利沙了 Amen to understand we have to understand hey we have the same Holy Spirit in us we need to believe God allows yeah I can do all this 如果神允许 我们可以做所有的事情 Amen Amen we can do all things 关一下 Jesus says here with with God all things are possible 所以马太福音 19章26节说 耶稣看着他们说 在人 这是不能的 在神 凡事都能 look no it says with God in English with God 跟耶稣 跟上帝 在耶稣说 with God 就是和神在一起的时候 什么都是可能的 OK yeah man is impossible we are men 我们是人 对不对 we are alone 我们自己 no it's not 做不到的 但是呢 如果神是与你同在的 凡事都能做 understand so number one is it God's will or not 所以第一 你做的事情 是不是神的心意呢 OK you have to add a spread 这你要问神 or you gotta at least know God's will 或者至少你要知道 神的心意是神 or believe God's will 相信神的心 Oh that God loves for sure God's will is to heal right 你知道神的心意 是要医治 you have to kind of know 你要知道神的 God's will 神在此刻的指议 或者他 普遍的指议 OK and then yeah you'll be able to do it 然后你才能够 有信心去做 Amen 与神一起去做 and God's will is yeah He said go preach kingdom Heaven's in heaven 其中神的一个急 他就说什么 他说你们要去 传神的福音 好 you gave him the wrong verse 就说Matthew 你写的路加 好 but anyway same here 我们就叫福音 here 第十章 你让红衣也说 他说你们要去 医治那城里的病人 对他们说 神的福临近 OK so you tell them 神的福尽了 repent 悔改 你要悔改 好 tell him the gospel 告诉他们福音 then he'll be sick 然后医病 cathal demons 敢鬼 你有没有病吗 你有没有不死的地方吗 你有没有鬼要吵 有没有 有没有鬼要吵 有没有 有没有大麻烦 有没有暗的梦吗 有没有什么呀 有没有做噩梦 有没有什么什么 好 那我为你祷告吧 这时候我为你祷告 don't have to always heal right you know what i'm saying 你说我为你祷告 也没说我一定要医治你 也没说我一定会医治你 oh if you're sick then let me pray for you oh you're sick 我为你祷告好不好 是是 你试一试嘛 ok if doesn't heal 没有得医治 you can pray a little bit more 你再祷告祷告 it doesn't mean you didn't say you're going to get healed 但是你也没答应 保证说我一定能让你回医治 you can go safely but you believe you have to believe that it's going to be and then continue to do it 然后继续这样去做 amen and then tell them these important things 一些很重要的事情 you have to go to church because you're like a sheep 因为你是像一个羊 if you're by yourself 如果你是自己一个人 蚊子会 eat you 蚊子会来吞吃你 you're like a baby you do need people to take care 你就像一个宝宝 宝宝是需要人照顾的 ok you need to grow together bible said you need to know a body so you got to tell the gospel you do have to go to church and get baptized so you need to go to church and get baptized and get baptized in the holy spirit and then you do need to come to church if you want to continue your salvation 如果你要继续得救 and then you just go along yourself you may die 如果你自己一个人带着 you很有可能就丧吃信心 and that's all important for all of us to stick to the body of christ so you want to take it to them by and come to bible study if you can come to meetings as much as you can 尽量的去参加各种的聚会 参加查经 if you cannot join here then join online 如果你线下不行 线上也可以 but better with people with us right 但是最好是线下 我们可以有接触 you do need to get prayed over by a pastor to right 你需要彼此的带导 你要被彼此的带导 you know what I'm saying they pray together 一起祷告 if you're sick or something pray together 如果我们有病的话 他说我们要彼此的带导 bany many prayers you guys got to work together 要一起去做一些事情 I mean so you tell them gospel like that very easily 所以你把福音跟他们去分享 but there are years of okay jesus died for your sick okay you have to believe in jesus after after your spirit comes out you either got to go to heaven 你要告诉他们 耶稣基督为你的罪而死 你这个人生走完了以后 你要不去天堂 要不去地狱 and if you get to know god yeah god will heal you bless you and everything will go right 如果你 如果你跟随神 神会祝福你 and you you should become a 门徒 and you should become a 门徒 因为上帝没叫我们 就是信上帝 祂叫我们做门徒 你要告诉他 好 那我不是门徒 那你要跟谁 啊 我教你怎么做门徒 我教你 圣经或者什么 okay 你要带领他们 做神的门徒 okay teach them bible whatever 你可以给他们 带他们查经 给他们讲圣经 带他们学习 那我们一起学习吧 好 我一起祷告吧 我们一起来敬拜神 okay 因为 a lot of christians but they don't know they have to be a 门徒 you know 很多的基督徒 但是 很多人都不知道 自己要做门徒 they all know so they just go to church 他们因为只要去教会 never really grow you know 但是生命就没有成长 never really become a 门徒 to give their life to god to grow 因为从来没有 把自己真的献给神 I mean so that's how you evangelize 我们就是这样传统 and you're going to prove to them and ask god God I trust you father thank you that you're going to heal this person thank you father and start praying for that I thank you father that you're going to heal this person 你祷告的时候 你可以感谢神 你知道说神为 我相信你 会去医治这个人 and pray for healing 然后为祂的医治来祷告 remember this power don't go out if you don't pray much to yourself you don't have a relationship God much 但是你要知道 如果你自己都不祷告 你自己的跟谁没有关系的话 这种能力是不会出来的 but if you do have strong faith maybe you'll come out power if you already have a strong faith 如果你的信心很大 但是我们知道 跟神的关系越远 我们的信心就越小 因为我自己也有经验 只要我祷告的不多 我的讲法就很差 如果我的信心不大 我的讲法也很差 it really comes through relationship 都是从关系里面 流淌出来的 是我们对神之间的关系里面 流淌出来的 but all these healing stuff yeah you can do it you can have faith Jesus says 这些医治 我们靠着神的信心 都是可以去做 Moses right Moses you know couldn't do it either Moses 当神呼召摩西的时候 Moses说我做不了 He said Oh don't send me Send Aaron I cannot speak 神跟他讲了半天 他说我不要做 I don't do it He is afraid of his own ability I can do it 他看到自己的笨嘴 啄舌 他说我做不了 Okay And he also said Oh Uh He also said Oh Uh What if they don't listen to me Moses说 Oh 他们万一不信我怎么办呢 他们一定不会信我的 也不会听我的话 Right What if you go and they don't believe What to do Then show a miracle 然后神说 你给他们做神迹 I'll put your hand in it Pull out It'll become from the earth And then put it back And then And then And then You throw your dr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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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f you tap the water Now it'll turn into blood And you把水击打来 呃 脏击打水 然后水会变成水 See God tried to tell him To prove that you are God's servant By showing miracles Right 所以神在对摩西说 你要借着神迹来向人 证明你是神的仆人 I mean You are神的仆人 God sent you to evangelize 神呼召你 做神的仆人 去传福音 God will so signs and miracles 那么神就会用他的神迹奇事 来作证 你是他的仆人 你只要问 谁给传福音 Where 在哪里要传福音 Just going to ask him Where do you want me to go Who Do you want me to dance 所以我们传福音 只要问俊主两个事情 跟谁去传 去哪里传 Right Because God told Moses Go to Pharaoh 因为神对摩西说 你去找法老 Okay So you go there 所以摩西去找了法老 If you go to somewhere else 如果摩西去找了其他人 那没有用 他要去找法老 You gotta go there Okay And then God showed the miracles 然后神就借着摩西 这些神迹 You gotta know God's will 所以你要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 God wants to show him real through miracles 神想要借着神迹 来证明自己是 正是存在的 Let's say your laupo or laupo or whoever is unbeliever Or your friend 应该你的朋友 你的配偶 他们不信主 Oh and then they're sick or something 他们生病了 Or they have some不舒服的地方 Oh then let's try Let's just see Let's just see if God 然后我们祷告一下 Oh and then ask God Lord God face healed To show her 你可以祷告说神 你来向他证明你是真的 That you're real 你是真实的 向他写明出来 当然你也要靠着神的感动 感动你你就这样去做 Just don't do it out of your own But yeah Most cases They should feel something They should get healed 很多的时候 尤其是在不信主的人身上 They don't even ask sometimes 神迹显出了特别人 God doesn't miracle anyway I'm not sure if that's the correct method I don't think that's the really correct way But God does it anyway You know God does it anyway Okay God does the healing for them anyway 很多的时候我们在不信主的人身上 神常常的用神迹来显明自己的能力 前面自己是真实的 So anyway So God you have to believe that God We'll do certain things Amen Now I want you to look at this You know Deuteronomy 12.8 It says this Very important Just you think it's right You think that's right Just don't do it You know what I'm saying You don't because you think that's right You don't do it You don't do it You have to depend on 圣灵的感动 Or Jesus告诉你什么 And hear the things And teach the things And do things You don't do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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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at's why I also asked Let's ask God today Where to move the That's why I also asked God To please God don't tell me You don't do it So today We刚刚有一起祷告 神感动我们 带领我们 去到 我们该去的地方 而不是我们自己在那边 判断 好还是不好 Just because God You know You know Let you do things Doesn't mean Jesus only spoke And did what the father Show him to do Yes 只做天父 显明给他看的事情 和说天父 说的话 The holy spirit Does not speak on his own 圣灵 也不是说 自己想说什么 就说什么 But only when he speaks When he hears the father Speak too The holy spirit And Jesus Christ Only does the will of the father We need to do the same 如果天父 而如果圣灵跟耶稣 都是只做 天父要他做的事情 我们也是一样 So we are his children too We got to do that What he want us to do only 我们是神的孩子 我们要开始学习去做 神要我们去做的事情 So in anything Whether your job or whatever Don't just do Whether your jo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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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ust don't do what you want 不要只是说 我觉得我要做什么 What do you want Lord 阿是神 你要我做什么 Where do you want me to go You要我去哪里 Where do you want me to go Worship What's church Everything 你要我去什么地方 去敬拜 去什么教会 或去什么地方 Ask the Lord 要询问神 Always Okay Number two Don't compromise With idols 第二点就是 不要向人偶像脱鞋 生命纪十三道一 地道解说 你们中间若有先知 或是做梦的起来 向你显个神迹奇事 对你说 我们去随从你 素来所不认识的别神 侍奉他吧 他所显的神迹奇事 虽有应验 你也不可听那先知 或是那做梦之人的话 因为这是耶和华 你们的神 誓言你 要知道你们是尽心 尽心安耶和华 你们的神不是 你们要顺从耶和华 你们的神 敬畏他 谨守他的诫命 听从他的话 侍奉他 专靠他 我知道这是从神来的 因为今天的唱歌中 唱的歌中 本国有欧少 今天的歌中有句话说 求神来打赦我们心中的偶像 对吗 知道吗 即使你选择歌曲 你必须问 神要求什么歌 甚至当我们在选静拜歌曲 我们要祷告 说神 你要我们选什么歌 如果你自己选的歌 我喜欢这首歌 我喜欢这首歌 那你选的歌 不见得会有神的同在 所以我们做的所有的事情 都要问 他说有些时候神会怎么样 试验你 考考你 测试你 看看你的心 是不是真的要尽心的 就要尽心的爱耶和华 所以不要让你同胞的弟兄 你的儿女 你的儿女 你怀中的妻 如同你姓名的朋友 如果他们在暗中引诱你 叫你去服侍你所不认识的别神 使你四为列国的神 比如说他们爱世上的偶像 如果他们有这个世上的偶像 他们在追逐这个世上的东西 然后他们叫你一起去追寻 我们一起去看那个电影 一起去看这个吧 一起去做这个吧 问上帝 先问问上帝 先问问上帝 他们要你做的事情 你先问问神 可不可以去做 可不可以看这个跟 能不能去做 能不能做什么 OK 这个偶像可能是一个爱好 这个偶像可能是一个爱好 OK 爱好是爱的东西 是不是 爱好是喜欢的东西 爱的 所以是偶像 OK 很多的东西 所以 你的心中不能有其他的偶像 在当时的救援里面 如果他们带你去拜偶像的话 他说要把他们怎么样 杀 杀掉他们 and it could be your mother it could be your son it could be your brother it could be your brother you know 而且这个人可能是你的父母 你的儿女你的妻 没说父母 没有父母 you're mother 啊 son of your mother Son of your mother 是是是是是 你的同胞的弟兄 you don't have the right to kill your mother 不是不是你的父母 没有权利可以杀父母 OK 是红包弟兄儿女妻子 OK 他说要把他们怎么样打死 当然现在 不是我们该走 不是说我们要去打死他们 but we don't listen to them 但是我们不听他 what happened to Solomon 所罗门为什么 he left his wife 为什么会走偏 he listen to his wife build up temples for me oh my god 因为他开始去听他怀中的妻 他怀中的妻跟他说 要去拜偶像 要去借一个偶像的什么东西 去庙去拜 所罗门就听从了这样的话 right he didn't kill them away according to the law he isn't the law he didn't do that he didn't do that he listened to that he compromised he compromised because he loved his wife over god 因为他爱他的妻超过爱神 so god threw him away 所以后来神就弃绝了所罗门 OK he probably in a different path how about anyway let's read this too 我们来看这一节经文 神明迪十七章说 存在他那里 要平身诵读 好学习经文耶和华他的神 謹守追行这律法书上的一切言语和这些律例 免得他向弟兄心高气傲 偏左偏右 离了这介义 这样他和他的子孙便可在以色列中 在国位上 年长日久 so we know the law right when we do miracles ask God right 所以我们刚刚讲说 你有这个能力你可以行神经 有一些准则 就是第一 你要去明白神的事 问神就能不能做 要不要去做 and then get rid of the 欧相 然后第二个什么 去掉你的偶像 心中的偶像 and then 第三步 here 第三步是什么 do never get prideful 不要心高气傲 I'm telling you when we get the power of God when we start doing the power of God 当我们开始有神的能力 even when you pray a lot 甚至当你祷告很多以后 you will get prideful 肯定会骄傲 because we have something in our flesh 因为我们的肉体里面只有这样一个本能 本性 you will get prideful you will know that you get prideful or maybe you don't know 甚至你那时候不会察觉到你骄傲 那时候是蒙蔽太深 看不到你很骄傲 I'm telling you you will become prideful 但是我告诉你 你一定会骄傲 then you have to remember this 然后你就要记住这个话 ok kill that part 要把这个骄傲 扼杀掉 and you know that oh they are better I'm just only by the grace 要看别人比自己强 要知道我所做的一千多数神的恩典 because always always people will get prideful 常常的 一有神迹奇事 就马上骄傲起来 you will get prideful you will get prideful so you have to always come back to god and say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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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要常常的回到神边前去谦卑自己 humble I'm not 要求神来光照自己 谦卑自己 because I see so many cases so many cases even including myself 包括我自己也是 我也会骄傲 当我能够祷告的好 当我能够讲道的好 当我开始能够医治 马上骄傲就起来 you know what or even if I prayed a lot even if I just prayed a lot even if I just prayed a lot 哪怕做什么只是今天祷告的多一些 and I feel confident 我觉得有信心了 and I look down on people 我就开始瞧不起别人 你能够祷告 you know 很容易就会产生这样的情绪 so I realize everyone will get prideful so I realize everyone will get prideful don't deceive yourself 不要欺骗自己 so what you do then 什么办 realize that this thing makes me prideful 知道 这些事情 会带来骄傲的心 the wrong way would say God don't do this miracles 那么 错误的心态是 这个事情会让我骄傲 那么神的你就不要让我有这个能力 don't ever give it to me 不要把这个神迹其实能力给我 that's the wrong way 很多人就有错误的这样的心态 I heard many people say don't even give me tongues I don't even give me tongues 我听到很多的人就说 哎呦不要给我奉言祷告的恩赐 我就怕得到这个恩赐以后 我就会骄傲 神的心意是要给你的 你凭什么说我不要呢 你凭什么说我不要呢 你有什么资格说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 所以这个不是正确的心态 正确的心态是 你知道这个事情会有可能让你骄傲 你一边想要得着 一边求神谦卑你 一边求神谦卑你 不要让我觉得这种恩赐能力 让我比别人更厉害 你可能有讲到的恩赐 教导的恩赐 知识 你有很多知识 任何的东西 任何的东西 什么东西都能让你骄傲 它会让你骄傲 钱 会让你骄傲 你的地位 工作里的职称 甚至于你的年纪还会让你骄傲 我比你年纪大 我比你年纪大 你宝宝的时候我都30岁了 我怎么能听你的话呢 很多人都听不进去年轻人说的话 或者你的父母可能听不进你说的话 你算什么东西 你能来跟我讲吗 我知道的比你多 他不管你讲的是不是真理 听不进去 他不会从你身上来学 如果没有谦卑的心 就是这样子 你知道吗 我生了你 你还有资格来教我吗 所以我们常常地知道 神可以借着你的孩子 借着一头驴 来对你说话 Amen Believe Believe that 你要知道神可以借着一个宝宝来 有时候我的孩子会对我说一招 有时候我的孩子会对我说一招 让我很正经 Oh you're not supposed to do that 他会跟我说 你不能做这样这样的事情 你不能做这样这样的事情 我觉得 对 尝得非常有道理 尝得非常有道理 尝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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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尝 尝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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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你的信心 可以依靠你的信心 我们 凡事都能做 靠着基督耶稣 我们凡事都能做 我们可以做你做的东西 耶稣你做的东西 甚至起死 医者病人 死人父后 我们可以做这样的东西 靠着圣灵 接受耶稣 你的主人 我们也可以 做一里亚人家家做的东西 如果你希望的话 我们都可以做 但是帮助我们 每个人 有这样的信心 然后有前辈的心 有爱你 全身成立爱你的心 帮助我们 不听别人的 爱的偶像的想法 不要爱偶像 不要爱世界 钱 不是什么 帮助我们 不依靠这样的感受 帮助我们 只听你的话 还有做你的主 每天可以跟随 然后我们知道 你爱我们 肯定祝福我们帮助 你希望我们 有财富 可以帮助别人 爱别人 给重人 所以我们可以 对照天堂的上色 祝福我们的灵魂天 帮助我们不依靠人 帮助我们依靠圣灵 天父耶稣 然后帮助我们 靠着你的话 又住在 神的圣体的里面 我们的弟兄姊妹 一起 和好的里面 每天可以来 敬欢你 赞美你 送上你的名 感谢耶稣 因为你爱我 祝福我们的弟兄姊妹 耶稣的名 安宁 我们知道 我们相信 你听我们的答案 你听我们的话语 我们是你的宝贵的孩子 你敬我们的话语 感谢耶稣 帮助我们 不要乱说东西 耶稣 阿们 祝福他们 哈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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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耶稣 那我们